那接下來我們跟老師介紹這個字幕自動產生 這個也是一個AI的服務 所以您剛剛從我這邊下載好了之後呢 把這個軟體解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呢就有 這個 一個 執行檔 有一個綠色的 老師有看到有一個綠色的嗎 這個 點兩下就好了 點兩下 它會開一個痔瘡 會像這樣把這個視窗打開 其實呢它 這個部分還是要用到雲端喔 那如果您有出現那個 警告 你找到這個檔案之後呢 它本身其實還是要 連接到網路 因為它用的是Google的服務 那Google本身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是整個影片檔或整個錄音檔 傳上去 它也有一個付費的服務是直接把你轉成什麼 語音轉文字的 只是因為它是付費的 所以說有些人 就 有點投機取小 就是 Google呢 單一句的 是免費的 所以它就把你的 影片裡面的聲音 先抽取出來 或者你的 NP3的檔案 就直接 抽 切一段一段 那我把它切成一段 丟到Google的服務 辨識成 文字之後 接收回來 再丟另外一段給它 但是呢 這樣的好處 還是比老師怎樣 一比一的 因為我們以前有看過 應該說我也做過這種事情 就是影片放下去 然後把那個 服務打開 它就 你就播聲音給它 它就馬上把你產生一個 可是這種方法 你今天錄了一個小時 我是不是要等一個小時才會得到我的 那個 翻譯 這個不用 這很快 所以呢你看喔 我找一個 我剛剛也有錄對不對 所以我找我錄的 但是老師要注意一下 你的錄的 必須要轉成 MP4 或者是 MP3的聲音 因為剛剛老師錄下來 是叫MKV 有沒有我們OBS錄下來是MKV 所以你要經過 OBS的 是不是有個重新封裝 老師有印象嗎 在左手邊 檔案裡面有個重新封裝 你要把它轉成MP4 這樣才可以 那我現在 找到那個 那一段影片 你看 我就把這一段影片 丟丟丟 丟到這裡來 有沒有 丟到它視窗裡面放開 那它的好處是 它支援P4 所以老師呢 如果你有多個影片 像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可能錄了好幾段影片 我就P4一次產生就好了 我不要一個一個來 好 你看它支援的 有沒有 MP4 MP3 WAP 現在呢 你只要按下確定就好了 按下確定 它就開始幫你做轉換 那預設轉換出來的 它是我們一般影片 有一個字幕檔 叫SRT 這種格式 如果老師你不需要這個格式 你可以告訴他 我要 TST 這個後面可以直接改成 TST 那它就是給你 純文字而已 比如說你可能就是 開會的錄音檔 對不對 我只要文字 就好了 那如果是SRT 它就包含聲音 什麼意思呢 來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 產生的 我們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它產生出來SRT 我們 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按開啟 那用那個 記事本打開就好了 有沒有 這裡可以用記事本打開 對不對 我選擇用記事本 打開 確定 您這樣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一般在 剪接影片的時候 字幕檔 就是用這一種的 有沒有這一段的文字 是 幾分幾秒 講到幾分幾秒 它上面有這個時間 讓您了解了 所以如果 你以前曾經 沒有去院線 電影院 就看過院線片的 有人會在 網路上找字幕檔 就是找字幕檔案 就是這樣子就可以把那個字幕跟影片就結合在一起 因為 上面有說 我這段的文字是什麼時間到什麼時間 這樣子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它只是一個文字 就可以用 所以你看我按下 開始之前 有沒有發現它開始跳一個豆子的畫面 這個時候如果你認真去讀它裡面的內容 你就發現它就是 開始一段一段把你切開放上去 切開放上去這樣子而已 它 裡面這個動作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它很快 你不用 就是在那邊等 一下子就好了 等到結束之後 這個畫面就會消失 這個畫面會自動消失 你就知道 那你也可以從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進度 不小心做完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你就可以選擇 你是不是要這個打開 這樣你了解了 你看我剛剛這個已經有了 對不對 那我順便提一下 既然這個有了 我們是要把它合在一起 跟影片合在一起 那有幾種方式可以用 如果老師的影片是傳到YouTube上面 YouTube可不可以上字幕 可以喔 而且它也有字幕編輯的工具 你就可以直接把跟他講你的字幕檔是這個 就可以傳上去 那 老師如果不想要放到YouTube上 因為你覺得這樣比較公開一點 可不可以放在雲端硬碟上 可以 因為雲端硬碟也支援字幕 所以您看喔 我們剛剛上課的這些內容 你看在這裡 我現在是不是都傳上去了 點到任一個影片 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管理字幕鬼 在這邊 我就可以 從這裡設定 告訴他 我的字幕 是哪一個檔案 我就去選 有沒有這是SRT的 那你選好之後呢 你可以再去決定 它是哪一個語系的 你看這裡 像這樣 選好之後它預設是英文的 所以我告訴他我這是中文的 繁體中文的這個字幕 這樣子 按儲存就好了 按你娘 可以可以可以 是的是的 都可以 那 但是如果你要編輯那個字幕檔案 我通常會建議老師 有比較專門的編輯字幕的軟體 為什麼 因為雖然我們剛剛這樣 來編輯它 感覺也 也覺得還OK 對不對 但是 你可能會有更多的需求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我的影片是這一段時間是講這個 有沒有可能我的影片搞不好 這個時間比這個還長 那這個時候你要做比如說合併啊 切割啊 是不是就 不是那麼人性化了 所以我們通常會有其他的 有免費的 也有雲端服務 甚至你用 比如說威力導演啊 惠生惠影 它本身就有這個剪接 我們那個字幕的功能 你就可以用它來 協助你這樣 像威力導演這塊子付費的嘛 那你也可以把它匯入 或是說在 編輯完之後再匯出 這樣也都可以用 這樣老師對字幕的部分有沒有比較OK 那麼當然他在 一般口語化的都沒有問題 好就是他 準確率蠻高 可是前提就是老師的錄音 要夠清楚 當然發音也是一個 但是 一個原則就是你的錄音的生活 不能太小聲 或是背領的雜音太多 比如說你去菜市場 對不對 可能錄下來的 那個效果就會差很多 這個是老師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因為 聲音的品質 絕對會影響到他辨識的結果 專有名詞就靠老師自己 再編輯一下 他就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領域太多 OK